陶氏农会举办四件GACOMA作业组成果发表竞赛活动 展现各区农会四件会员们执行食农教育 地方特色产业等相关作业组的收获与成果 同时也为农村再生注入新活力 小朋友们在台上用行动聚卖力的演出 对农业教育的学习成果展现不一样的农村活力 每年上半年到暑假期间 台中市各区农会四件会员们都有丰富的课程以及成果 为让会员们有整体的验收与回顾 台中市农会特别举办作业组成果发表竞赛活动 我们各区农会他们四件会 每年所办理的一个农业相关的作业组为主题 来办理这样一个竞赛 我们最主要这是其实每年度办理一个年度盛事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比赛 让我们所有的四件会员 就是我们的小朋友 他们能更加的了解农业 更加的认识农业 进而可以喜爱上我们农业 未来也可以从我们农业的一个生力军 今年活动共有20家区域农会参与 25组作业组报名参赛 为了展现出家乡的农产品及文化特色 不管是道具服装或是展演内容 会员们无不卯足全力准备这一次的竞赛活动 展现出四件会员对家乡农业生产以及生活的认同感 我以这几年的无日区农会所辅导的四件会会员 表现得都非常的优秀杰出 这些会员的成员来自无日区辖内的九德国小的学生 透过每年透过台中市农会所举办的四件尬化埋的活动 来认识在地的农业 也认识地方的产业 为地方的农业注入新的活力 市农会强调本次活动主要是想要透过竞赛 落实四件会培育农村青少年盛心发展的教育推广理念 建立四件会员对家乡农业生产以及生活的认同感 这样中环台中厂报道